我們現在為各位操作的是一個衝擊分析 那衝擊分析各位很容易跟落摔分析做一個搞混 那落摔指的是物件從一個高度掉下來的這個層次落摔 那衝擊分析一般來說我們指的是給一個衝擊訊號 然後透過這個衝擊訊號的模擬來判斷這個強度夠不夠 或是說一些晶片能不能在使用上會不會有安全疑慮 尤其是我們一般來說我們會去做震動測試 那震動測試我們就可以把它轉換成這個衝擊波來做這個模擬 那在這個地方我們底部居數只釋放這個Z方向 我們要把這個衝擊訊號給在這個底部的這個部分 那我們先開啟一個新的檔案把模型做個匯入 做個導入 這是一個衝擊的部分 衝擊的模型 那我們來看一下在分析模型檔裡面有個Sale表 這邊有個Shark Curve 這個就是我們使用的這個衝擊波型號 這是1G的 所謂1G就是我們用一個加速度的一個值 當作一個半旋波來表示 我們這邊在載合條件 函數的地方按壓右鍵有個時間函數 把剛剛的這個曲線複製上去 我們稱作Shark 按壓確認 那在這個地方我們一樣要指定所謂的材料 這個底板用Steer 其他部分一樣用所謂的Alumi6063 完成這個部分之後 接下來我們要去做一個拘束 我們拘束的地方切換到使用者 我們要記得我們衝擊訊號給的是Z方向 所以其他方向都釋放開來 拘束這個底部 按一下確認 那接下來我們要給的是一個加速度Pro 這邊選一個時間依存節點加速度 施架在這個底面 我們把這個地方選擇這個面 施架在這個底面 那我們應該是10G 所以我們就是輸入10去乘上這個時間函數 這樣就完成了 那跟剛剛在做落篩的分析比較不一樣的是 我們來新增顯示求解 我們把這個地方稱作衝擊分析 衝擊分析 那在分析控制的地方 我們來看一下 在接觸設定的時候 我們要注意一下 我們在做衝擊分析的時候 一般是把我們的電腦鎖在固定的這個機台上 所以我們要假設這個底板 跟我們的底面是拘束住的 所以這個是我們稱作焊接接觸 給定一個數字2 這時候其他物件之間是相互有接觸作用 所以把底板移除掉 所以我們會有兩個 一個是general contact 一個是所謂tide的接觸 那求解時間 我們因為我們求解的是一個衝擊過程 所以我們就依照我們的這個 克服的時間做求解就可以 OK 假設我們要得到一個比較細的結果 我們輸出40個值 那我們質量數量比先用內地的數值 這時候另存 這時候另存 進行求解 這是我們求解完之後的一個數值 那這是我們的 我們把實際變形變成實際變形 那這是一個受到衝擊波的一個過程 那一般來說做衝擊分析要看什麼 我們這邊有個提取的功能 我們一般來說會去提取整個 裡面的IC晶片特定的一個數值 我們選擇到加速 譬如說這邊是一個IC的重要的數值點 提取之後按下表格 我們來做一個繪製 顯示圖像 按下確認 那一般來說 每個晶片都會有它可以承受幾G的這個數值 所以我們做完衝擊分析之後 我們就可以去把特定IC數值的這個加速度取出來 去判斷它可以承受幾G 怎麼判斷它可以承受幾G 你就把它的加速度的這個數值去除9810 就可以知道我們在衝擊過程 它會受的衝擊力道是幾G 那每個IC都有一個規範 它可以承受幾G的數值 這時候你就可以判斷出來 你的這個設計合不合理 能不能讓這個IC承受這個符合規定的標準 OK 那我們的這個衝擊分析操作到這裡